记者王定传新北报道 无尽男子去年2月 与有人玩直头子比大小 轮到他当庄家时 因罗信有人酒后重心不稳 不慎碰胀桌子 在无难直出的点数过小 几乎通培 他气炸那西瓜刀朝罗南挥砍 导致罗右手二致四指肌腱肌肉 神经血管受损等伤害 被害者提出求偿 新北地院判他赔偿56万余元 去年2月3日晚间实时时 担任保全的无难与一群朋友 在住处玩直头子比大小 轮到他做庄直头子时 罗南因酒后重心不稳 不慎碰胀桌子 在无难直出的投子点数非常小 几乎通培 无难翻脸先怒骂三字经 随后杀到客厅茶几抽屉 拿出一把小型西瓜刀 怒朝罗南挥砍 罗南健壮 以右手阻挡 导致右手二致四指肌腱肌肉 神经血管受损等伤害 案发后 无难进便称 他当时拿刀是要窃水果给大家吃 罗南喝酒最抢刀子受伤 绝无砍人 但现场有人执政 当时罗南不慎碰到桌子后 无难因书前翻脸砍人 法官依伤害罪判无难八个月徒刑确定被害者原本是司机遭砍伤人在进行附件求长工作薪资损失劳动能力减损等合计347万余元 无难没有出庭陈述或提书状抗辩 法官审理认为罗南确实因伤无法上宫长达148天 但无法证明他伤势已永久称残 判无难给付薪资损失精神未复 经济医疗费用等合计56万余元可上诉